第十五課是如何感應周圍環境的刺激 生物其中一個特徵是能夠感應周圍環境,然後做一些反應 當它接收到不同外界的刺激時,我們可以做一些反應 這就是我們在中山講生物的七個特徵的時候,其中一個就是感應性 例如當動物見到危險的時候,它就會控制身體的肌肉去跑 去逃離這個危險的地方 植物一樣會有一個感應,雖然它不動,但是在這一課 我們最後也會提到一些植物的感應,譬如那些坑 那些葉的地方,會向著有光的地方生過它 當然它要感應到光的刺激,然後去控制植物 去生向有光的方向,這個做一個反應 然後我們周圍的環境裏面有些不同的刺激,我們身體裏面會有些特別的細胞 我們叫做receptor,一些感受器,就會感應不同的刺激 這些receptor通常是一些感覺器官,sense organ的裏面 我們身體裏面會有些不同的感應不同的刺激 第一類就是一些photo receptor,看看這個字,photo 當然跟光有關,所以它感應的刺激就是光 很明顯這個sense organ就是我們的眼睛 第二類叫做mechanal receptor,它是感應一些震動或者有沒有壓力 令它受到刺激,所以例子包括了我們的耳朵 這個感覺器官裏面會有這些mechanal receptor 去感應聲音,其實是一些聲波的震動 另外我們的皮膚也會有觸覺,或者去感應壓力這些receptor 下一類是一些叫做chemoreceptor,化學chemical這個字 chemo,一些化學的感受器,就是感應我們周圍環境裏面 一些不同的化學物質,例子包括了我們的鼻裏面 會有一些感應空氣裏面的化學物質,令我們產生那個臭角 另外我們的舌的味蕾裏面也會有一些的chemoreceptor 感應我們食物裏面的一些不同的化學物質 讓我們產生那個味蕾裏面 最後就是一些thermal receptor thermal跟溫度有關,temperature 所以也是我們的皮膚上面 會找到這些thermal receptor 它會感應到環境的一些溫度的轉變 我們在這裡看看我們如何由接收一個刺激 去到做到一個反應出來,譬如電話響 這個就是那個stimulus,就是那些聲音 那些聲波或者空氣的震動就會傳到我們的耳朵 我們內耳裡會有一些receptor,受到刺激之後 它就會產生一些訊息,叫做Nerve impulse 神經的脈衝 類似電流的東西 然後透過神經線 將這些神經脈衝送到我們的大腦 接著我們的大腦就會分析這些訊息 然後產生那個聽覺 接著我們可能就會做一些反應 譬如我們會控制一隻手去拿起電話 然後去按一些按鈕 所以我們的腦 接著下一步就會送一些神經的脈衝 Nerve impulse 去到我們的手的肌肉 我們的手的肌肉是一些 反應器 這個字的意思就是 令到我們身體會做一些反應器 反應器 這裡的例子就是我們的手的肌肉 接著 反應就是我們可以接電話 植物一樣可以感應周圍不同的刺激 然後做一些反應 不過當然會比較慢 不像動物一樣 反應是可以即時看得到的 他們會透過去製造一些化學物質 我們這一課最尾的時候 會說回這件事 植物如何感應周圍環境的刺激 然後去做一些反應出來 先看的就是第一個感覺器官 就是我們的眼睛 我們如何感應光的刺激 在未看過眼的構造之前 先看眼附近一些輔助的構造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眼上 有一個眼眉 一些毛 作用就是防止我們 例如我們頭有些汗 如果流下來的時候 它可以隔開那些汗 它就不會直接流入眼的那裡 另外 眼睫毛 亦都是防止灰塵進入眼睛 然後我們的 Upper and Lower Eyelids 眼簾 可以我們斬眼的時候 可以蓋住我們的眼球 另外 另外 Tier Gland 類線 它會製造一些眼淚 Tiers 當我們斬眼的時候 我們的Eyelids 去控制我們斬眼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這些眼淚 去Spread 去我們眼球的表面 防止它變得比較乾 另外眼淚裡面 亦都會有些細菌 可以去殺菌 所以也有個保護我們眼睛的作用 然後 令到我們的眼睛表面 是維持比較濕潤的 亦都可以沖走一些髒東西 例如一些灰塵 弄了眼表面的時候 我們會刺激 濾線 會分泌眼淚 就會把那些 髒的灰塵 去沖走它 然後這個位置 有一條叫Tier Dutt 濾管 其實它的作用 就是把那些 眼淚 是會經過這條濾管 輸送到鼻腔 Nasal cavity 所以有時候 有個經驗就是 有時候滴眼藥水 當你滴完眼藥水之後 你可能會感覺到 那些眼藥水好像流到鼻子裡 那就是因為 那些眼藥水會經過 這條Tier Dutt 濾管 然後是通到鼻腔那裡 好 那剛剛提到的一些 在眼 附近的一些構造 那另外 我們的眼球 就是在 頭骨 這個眼窩 orbit的裡面 可以保護著它 那另外也會有一些 你的眼部 連接到眼球的表面 那控制我們的眼球 是動向不同的方向 我們看不同方向的一些物件 好 那接著就看回眼球 裡面的一些構造 那這個應該在 IS Form 2的時候 都應該簡單地教過 眼球的一些構造 那這個眼球其實是由三層的 組織所組成的 那最外面那一層 就是一個叫拱膜 Skera 是不透光的 平時我們看到眼白的部分 就是拱膜來的 Skera 那白色 很韌的 可以保護眼球裡面的構造 維持固定的形狀 那那些眼肌肉也會attach 在拱膜上面 那Skera在最前面的部分 就會變成一個叫眼角膜 Cornia 那它就變成透明的 Transparent 那可以容許光線是折射的 reflect 這個可能有讀physics 可能會有熟悉些就是 當光線進入不同的媒介的時候 它是會屈曲了的光線 那這個叫折射 reflect 那這個眼角膜 當光線經過進入眼角膜的時候 它也會被折射 reflect 那另外眼角膜的前面 還有一層叫做結膜 conjunctive 那平時比如那些紅眼睛 你看到眼睛紅了 就是一個結膜炎 其實是 那些光線可以經過眼角膜 進入眼球 好 接著第二層 對 中間那層 眼球 最外面 剛才就是拱膜 scara 接著中間 現在這個黑色這一層 叫脈絡膜 chlorine 它裏面有些黑色色素 那作用就是 當光線進入眼球之後 它可能會有些反射 那這一層的脈絡膜 因為有些黑色色素的關係 它就會吸收了一些光 那它就不會令到光線 在我們眼球裏面繼續去反射 那令到我們可以 看東西的時候 會清晰一些 另外脈絡膜那裏 除了有些黑色色素之外 也都會有些血管 那現在這個圖上面看到 有些血管 那當然這些血管 供應血液去供應營氧氣 去給眼球裏面的細胞去用 另外也都把眼球的細胞 所製造出來的一些新陳代謝的廢物 是會將它送走 透過這些血管 那所以在脈絡膜那裏 也會有很多的一些微絲血管 一些血管 一些血管 有很多不同的人種 它們的眼睛會有不同的顏色 那這個其實就是那個 Iris 紅膜的部分 那譬如 我們中國人 或者 多數會是啡色 那些外國人 就可能是藍色 灰色 這些 那這個就是那個 紅膜Iris 那紅膜中間有個孔 那這個就是那個瞳孔 那這個就是那個瞳孔 那調節進入我們眼球的光線 那個量 好,眼球最入面那一層 就是叫做視網膜 Retina 那視網網裏面會有些 photo receptor 或者我們這裏叫做 light sensitive cells 一些感光細胞 那就是感應光 這個刺激的一些細胞 在這一層視網膜 Retina的上面 那這些感光細胞 會有兩類的 分別就是叫 Rod cells 視光體 和空 cell 視椎體 那兩種的一些感光細胞 那而在視網網裏面其中一個位置 我們叫做yellowsport 黃點 那它裏面就會集中了很多的 一些空 cell 在這裏 那通常我們的 物件都會聚焦在這個 yellowsport的上面 那所以可以令我們 可以產生到一個很清晰的一個影像 那這個圖 你會見到就是我們 視網網上 在上面那些空 cell 和Rod cell的分佈 究竟是怎樣 那這裏 可以見到有些 數字在這裏 零度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fovia 即是yellowsport 黃點 那你見到 在這個graph上面 看這裏 這個位置 零度其實就是代表 那個黃點 yellowsport 那接著 距離的黃點 軟一點的地方 我們用倒數去表示 去右邊 或者左邊 那你見到 在這個 yellowsport 黃點 你見到 就是集中了很多 的空 cell 在這裏 那這條curve 紅色 就是代表那些空 cell 視追體 那你見到 yellowsport 就是集中了很多 空 cell 但就沒有 blog cell 留意到 藍色那條curve 在yellowsport上面 只是集中了很多 空 cell 然後距離 yellowsport 遠一點的地方 空 cell 就會變得 越來越少 但是就會有 多些 rott cell 你見到藍色的線 距離yellowsport 遠一點的地方 就會集中了 多些 rott cell 而有一個位置 你見到 我們叫做盲點 blind spot 那個位置 就是沒有 感光細胞 因為這個盲點 其實就是 這個視覺神經 optic nerve 的出口 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位置 就沒有感光細胞 好 那剛才 大家看到這條 optic nerve 視覺神經 它會將 一些神經的脈衝 由個眼 帶到我們的腦 那裏 產生那個視覺 在blind spot 這個位置 就沒有感光細胞 好 在顯微鏡之下 眼球的 這幾層的構造 scara 拱膜 中間 深色這個 就是 choroid 脈絡膜 最 裡面 就是 retina 視網膜 這個位置 就是感光細胞 那些 cone cell 和rot cell 好 跟著 就是 其他的構造 在眼球裏面 在 接近前面的位置 這裏 有一個 環形的肌肉 叫做 cellular body 節狀體 其實就是一個 環形的肌肉 來的 muscular muscular ring 它會連接著一些 叫做圓印帶 suspensary ligament 中間 黃色這些就是圓印帶 可以想像 就像一條繩 那樣 連著 外面 這裡是個 節狀體 就是 cellular body 那 圓印帶 另一邊 就會連著我們的 晶體 眼球裏面的 那個 lens 那這個 cellular body 裏面的 muscles 就會 收縮 或者放鬆 用來控制 我們那個 lens的厚薄 當我們看不同 距離物件的 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會調節 這個 lens的厚薄 讓光線可以聚焦在 視網膜上 中間 白色這個地方 就是晶體 lens 透明 也有彈性 形狀 就是 biconvex 兩邊都凸起 好像一個 放大鏡 那樣 它的作用就是 將光線折射 然後聚焦在 視網膜上 前面 這個cellular body 剛才看到 就是一個圈的 一些環狀肌肉 它會連著一些叫做 懸刃帶 這些線 懸刃帶 suspensory ligament 中間就是晶體 lens 然後在晶體前面 這個空間 裡面 會充滿了一些叫做 水狀液 acris humor 它好像水 那樣的質地 watery 功能 可以 維持 眼球的形狀 當然這個空間裡面 充滿了這些水狀液 它本身也可以 去將光線折射 以及供應營養 因為 那些血管裡面的 一些氧氣 營養 就會diffuse 去到這些液體 那裡 然後再經過這些液體 是diffuse 去到那些 比如眼角膜 或者其他的細胞 去融化 它會維持眼球的 可以的形狀 在前面這個空間裡面 也都可以將光線去折射 可以 至於 這個鏡頭的後面 這個空間 也都裝滿了一些液體 那這些就是 好像啫喱狀的液體 叫做 玻璃狀液 Witcher's humor 那它的作用也是 維持 我們眼球的形狀 因為這個空間 裝滿了這些液體 那另外 也可以將光線去折射 好 看完眼球構造之後 究竟我們怎麼可以看得到東西 那 有剛才提到的幾樣的構造 都可以將光線折射 或者屈曲 水狀液 Aker's humor 眼角膜 Cornier 晶體 Lens 和玻璃狀液 Richard's humor 它都可以將光線屈曲 當光線經過的時候 那些光線會經過這些構造去折射 然後最後會聚焦在我們的視網網上 而這個影像是一個real image 另外是上下倒置了 另外當然比物件小一點 縮小了 那當這些感光細胞 那些Cornes Rods 在視網網上 這些感光細胞 受到這些光線刺激的時候 它們就會產生一些Nerve Impulse 神經脈衝 那這些神經脈衝會經過視覺神經 送去我們的大腦 是負責視覺這個位置 在我們的後尾枕這個位置 那當這些神經脈衝 輸送去到我們的大腦這個視覺區域的時候 裏面的細胞就會去分析這些信息 然後就令我們可以產生一個影像出來 那這個眼球的一個切面 那些光線進入我們的眼球 然後聚焦在我們的視網網 那現在看到了 橙色這裏就是retina視網網 那這些好像錐體這個位置這個形狀 這個就是cone cell 那這些好像棒的形狀 這些就是rot cell 那它們會連著一些神經的細胞 你見到後面這些就是神經的細胞 那它們會產生一些神經的訊息 經過一些神經的纖維 集合去到這個視覺神經 然後送去我們的大腦 那這些光線聚焦在視網網上面的時候 這些cone cell 這些cone cell rot cell就會受到刺激 然後連接著它們的一些神經細胞 就會產生一些神經的脈衝 大家見到紅色的箭咀 然後輸送去到我們的大腦那裏 那這些的visual purple 對於光是比較敏感的 所以不需要太強的光 都已經可以刺激到這些rot cell 裡面的色素了 那但是這些rot cell 是感應不到不同的顏色的 所以它只會產生到一個黑白的影像 但是在光線不夠或者比較暗的時候 這些rot cell就很有作用 因為它不需要太強的光 都可以刺激到它產生一些神經的脈衝 那而剛才之前另外的focus slide 看過它們的分佈 那在blind spot和yellow spot 都是沒有這些rot cell的 但是視望其他位置就會有很多 第二類就是cone cell 你看到像一個追體的形狀 那它們是需要比較強的光 才可以刺激到這些cone cell 那所以一個例子大家可以想 就是譬如當你周圍的環境是比較暗的時候 其實你分辨顏色的能力是會變得弱了 譬如你看看一幅彩色的圖畫 如果周圍的光是不夠強的話 你會覺得那些彩色是不夠鮮明的 那其實就是因為這些cone cell 是要比較高的光線強度 才可以令它受到刺激的 而這些cone cell 因為可以分辨到不同的顏色 所以如果光線不夠的時候 比較暗的話 我們在分辨顏色的時候就會變得困難了 而cone cell主要集中在yellow spot 有不同種類的cone cell 去感應不同的顏色 因為不同顏色的光 其實是不同的 一些我們叫做不同的波長的光波 你會看到這個圖 x-axis 這裏就是不同的光波 它們的不同的波長 叫做wavelength 不同的顏色的光 其實就是由不同的波長的光所組成的 那你會看到其中一些cone cell 負責去感應 例如藍的光 有些會感應綠光 有些會感應一些紅光 有些會感應一些紅光 那當光線照進來的時候 不同組合的光線就會刺激到 我們視網網上面不同的一些cone cell 那就令我們可以產生到 不同的顏色的影像 那譬如如果是一些白光的話 其實就是會刺激到 我們那些紅色、綠色、藍色的cone cell 都會受到刺激 我們會接收到一些白色的光 那跟著盲點blind spot 那個位置就是視覺神經的出口這個位置 那個位置沒有感光細胞 所以當影像如果聚焦在盲點上面的時候 我們都會不能夠產生到一些nerve impulse 那當然那個影像也都不可以讓我們看得到 那form2is都做過這個實驗應該 那在書上面畫了一個黑點和顆星 那調整書和眼的距離 那在某個位置我們發現 就會看不到其中一樣東西的應該 那這個原因就是 那這個原因就是 因為剛剛在那個角度 那個光線就會聚焦在那個盲點的上面 那 跟著我們看回我們怎樣去調整 進入眼球的光線的量 那這個就是透過去改變 我們看到我們的銅孔的大小了 可以 那大家看到了 在比較光的環境之下 那個銅孔是會收縮的 也要用這個字 construct 縮小了 那等少些光去進入我們的眼球 因為 光線如果太強的時候 會 其實會破壞我們的感光細胞 可能會 那倒轉 在暗的環境 我們的銅孔會放大 就是這個字 我們用 那你看到這個銅孔大了 那我們怎樣可以調節到 其實剛才說了 就是透過我們的紅膜Iris 去調節中間的銅孔的大小 那這個Iris 由兩組的肌肉所組成的 第一組比較接近中間的 就是叫做環肌 Circular Muscle 那些肌肉的纖維是一個圈圍著 那個銅孔的 那當這些Circular Muscle 是收縮的時候 因為肌肉纖維收縮的時候 它會縮短了 所以中間 它這裡圍堵的圈就會細了 當Circular Muscle 環肌是收縮的時候 中間 圍堵的圈就會細了 而另一組叫做Radial Muscle 放射肌 那這裡的位置 就是放射肌 那他們的肌肉纖維是 可以打直這樣排的 打直這樣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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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它放鬆的時候 這個位置就會長了 這個位置會長了 所以就會令到 銅孔會縮小 當Circular Muscle 收縮 Radial Muscle 是放鬆的時候 那個銅孔就會縮小了 這個位置會變成 小一點光 會進入到眼球 反轉在暗的環境 我們需要放大 我們的銅孔 在這個情況之下 Circular Muscle就會放鬆 中間圍堵的圈 因為肌肉纖維放鬆的時候 會長了 所以中間圍堵的圈就會大了 而Radial Muscle 在這個情況下 會收縮 收縮的時候,這個距離會縮短,令到我們的瞳孔可以變得大一點 Pubel dilates,讓多些光可以進入我們的眼球 這就是Iris,如何控制光線進入眼球的量 另外,我們看不同距離物件的時候 這個鏡頭的厚薄會有變化,讓不同距離物件的光線聚焦在視網上 這個叫做Eye Accommodation,視角的調節 當我們要看近距離物件的時候 剛才提到的兩組的構造,第一就是Siliary Body 剛才提到這個圈,一個環狀的肌肉 當我們看近距離物件的時候,這個環狀的Siliary Muscles就會收縮 當它收縮的時候,它這裡圍的圈就會縮小了 而連著它的圓印帶,Suspensary ligament就會鬆了 你看到現在這裡,因為這個環狀的Siliary Muscle 現在是一個收縮的狀態,它中間圍到的圈會縮小了 所以就沒有一個拉力去拉著這些圓印帶 我這裡形容回,圓印帶,Selection 或者拉力是下降 由於沒有一些力去拉著那個鏡頭的時候 那個鏡頭因為本身有彈性的 你沒有力去拉著它的時候,它就會變得比較厚 或者more convex 在近距離的物件就可以聚焦在視網膜上面 因為鏡頭是比較厚的時候,它會將光線屈曲得更嚴重一些 所以光線也可以聚焦在視網膜上面 反過來,當我們要看一些遠距離的物件的時候 Distant Object 我們的鏡頭是需要變得比較薄的 你會看到在這個情況下 那個Siliary Muscle 或者Siliary Body就會放鬆 當它放鬆的時候,因為肌肉的纖維是一個圈圈圍著 它放鬆的時候會長了,所以中間圍到這個圈就會大了 當這個圈大了的時候,那些圓印帶就會被拉得很緊 那個鏡頭也會被拉到變得薄了 這個就是我們看一些遠距離的物件的時候的情況 那個鏡頭薄了的時候,光線沒有折射得那麼嚴重 所以也可以正常地聚焦在視網膜上面 這個也可以解釋到為什麼我們看遠距離的時候 眼睛會不會那麼疲 因為在看一些遠距離的物件的時候 那個Siliary Body是一個放鬆的狀態 但是當我們要看一些近距離的物件的時候 你如果看得久的話,眼睛會比較疲 會不會因為那個Siliary Body是長期在一個收縮的狀態 我們看一些近距離的物件的時候 好,那看完那個Eye Accommodation的時候 之後呢,我們就看看有什麼眼部的毛病 一些Eye Defects 那這裡會簡單說幾樣 Short Sight近視 Long Sight遠視 還有一個叫色盲 Color Blindness Short Sight當然很多同學會需要戴眼鏡 譬如,當我們看一些近距離的物件的時候 沒有問題,很清晰 但一些遠的東西就會模糊了 其中一個成因就是 晶體是太過厚 譬如我們畫一個這些Gray Diagram 去表示一個近視的情況 我們會用一對的平衡線 是代表一個Distant Object 那這裡為什麼會用一個平衡線呢? 其實就是 其實這對平衡線代表 那些光是由一個很遠的地方的一點 那裡射到我們的眼球 譬如我們的眼球 在這個位置 那當光線由一個很遠的地方 射到我們的眼球的時候 那接著我們的眼球上面的晶體 會把它聚焦在視網幕正常的話 那由於我們只是去 看回眼球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就這樣看上來的時候 就好像一對平衡線一樣 因為我們只是集中了看回眼球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這樣看上來 這兩條就好像一對平衡線一樣 但其實這裡的意思其實是代表 是一點很遠距離的物件 是射到我們的眼球 所以我們只是集中放大去看這個部分的時候 就好像一對平衡線一樣 所以其實這對平衡線的意思 其實它們是由一個很遠距離的物件 這對平衡線的一點的光 是射到我們的眼球那裡的 由於這個鏡頭太厚的關係 所以光線就會被射得比較嚴重 所以它就會在視網幕前面 已經聚焦了 那當光線去到視網幕的時候 就變得這裡不是一點的光 所以影像會模糊了 那correction我們就是會帶一些 凹頭鏡,concave lens 平時那些近視眼鏡就是一些 凹頭鏡,concave lens 那凹頭鏡的意思就是指 那個lens的中間位置是比較薄 那邊邊的地方是比較厚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凹頭鏡,concave lens 那凹頭鏡的特性就是 它會將光線散開,diverge 所以當光線經過這個凹頭鏡之後 是散開了,你看到是斜了一點 然後再經過我們的晶體 光線可以正常聚焦在視網膜上面 第二個成因,近視就是 因為眼球太長,在發育的時候變得 所以光線是一個很遠距離的物件 就一樣聚焦在視網膜的前面 因為眼球變得太長 那麼透過一個凹頭鏡 可以做一個矯正 第二就是遠視,long sight 剛剛反過來,近距離的物件 會變得模糊 但是遠距離的物件 就一樣很清晰 那麼成因跟剛才剛剛相反 第一,那個lens太過薄了 那麼畫一個ray diagram的時候 我們會用一點在眼球的前面 的位置,代表它是一個near object 很近距離的物件 那麼光線射入我們的眼球 那麼因為晶體的lens太薄的關係 所以它不能夠將光線屈曲得比較厲害 所以影像就會聚焦在視網膜的後面 那麼由於光線其實去到視網膜 這個位置應該就會停了 因為sqlera,拱膜是不透光的 所以後面這個部分我們會用虛線表示 然後聚焦在視網膜後面這個位置 correction我們帶一些突透鏡 突透鏡相反 那個lens的中間位置比較厚 那個邊緣的位置是比較薄的 一個突透鏡 突透鏡的功能 它是會將光線聚在一起的 converge 所以你看到那些光 經過突透鏡之後是聚在一起的 然後可以正常聚焦在視網膜上面 第二個成因 眼球太短在發育的時候 所以光線聚焦在視網膜的後面 correction一樣 用一個突透鏡 好,第三個 defect就是這個色盲 Talabrinus 可能分辨不到不同的顏色 有些譬如是紅綠色盲 可能分辨紅綠色就會出現缺陷 這個其實就是由於它缺乏了某些的cone cell 所以就令到它分辨不到不同的顏色 可以正常的影像 看一些不同顏色的物件 有紅綠色盲的人 他們看譬如分辨紅綠會出現問題 完全是色盲的話 分辨不到顏色 這個色盲是一個遺傳的缺陷 inherited 所以都不能夠去可以治療得到 亦都不能透過去帶一些的鏡頭去做那個矯正 那有一些的test可以試一下有沒有一些sigma 或者適弱的情況 這個之前都 IS都應該看過了 那些不同顏色的一些波波 你有沒有看到裡面的一些數字 當然你在這個screen上面看會未必很準確的 這樣也會不會佈到 太陽降臨時 你是水的, 它會在裡面 有些比較寫的 髮的部分 這幾個是沒有用風射製的 似不放在這裡 那些東西 還錶割 這idays呢 我這一邊的邊